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参演部队 陆军第75集团军200多名官兵和参训装备通过海 陆 空跨国远程投送方式 吩咐简普寨 射击科目 几轮射击下来 由于简方士兵的射击成绩很不理想 中国军人把自己的经验毫无保留地 交给简方士兵 布袋协同和所将两个科目的训练都十分消耗体力 而且官兵们是在40度高温下进行训练 由于历史原因 简普寨是深受雷患影响了国家 地面突击组破拆爆破队的连训官兵密切协同 扫除模拟地雷 房间突入科目 强调小组的协同配合 中国军人在向简方士兵传授经验时 因为语言不同的缘故 进度缓慢 看似简单的房间突入科目 竟然屡屡出错 很快中简两军反恐联合演练就要开始 这两三天的时间 队长兰超要带领中方参训官兵和简方一起进行最后的调整和准备 随着十几天的混编通讯结束 中简两军官兵也迎来了金龙2018中简两军反恐联合训练的最大挑战 中简两军反恐联合演练正式开始 这次任务的模拟背景是一伙国际恐怖分子秘密潜入柬埔寨某地区 中简两军彻底剿灭恐怖分子 并营救被恐怖分子劫持的人质 中简两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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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